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扬名喜从听价 辽兰五星归位势不可挡 杜丰李春江努力要白费呢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 辽宁队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新赛季的辽宁队 依然值得球迷期待 目前辽宁队已经成为了 积分榜的榜首 很多辽宁队球迷也非常的开心 虽然说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 球队的当家明星 乖能招入到了竞赛的风波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辽宁队的战绩 现在随着贯能的回归 辽宁队的整体实力进一步加强 成为了新赛季夺冠的热门球队 那么就在近期啊 辽宁队再次传来了好消息 球队的王牌外软 福格和莫兰德 即将会正式合体 那么辽宁队也将会迎来 五星归位 整体实力势不可挡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辽宁队新赛季 可以排驱的阵容结构 首先在内心方面啊 韩德军依然是球队的定海神针 虽然说韩德军是一名老将 但是啊 大韩在场上面能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而且韩德军在内心啊 依然拥有很好的对抗能力 以及啊强大的护矿能力 他也是辽宁队内心的铁杂 那么内心除了韩德军之外啊 居永正 莫兰德 富豪等明星球员啊 个人实力也非常的趋势 因此啊 现在的辽宁队内心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最强顶 那么面对 广东队 上海队 辽宁队的内心啊 都有优势 虽然说上海队有王者宁 但是啊 王者宁一个人也双船难抵四手 那么当辽宁队与上海队交锋的时候 辽宁队内心的优势 足以可以吹垮上海队的防信 面对广东队 辽宁队的内心优势更加重大 虽然说义精灵回归了 但是啊 大家可以看去 义精灵的回归啊 反而让广东队的化学反应啊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很多年轻球员啊 病得不会打球了 而且啊 义精灵回归之后啊 广东队内心的蛋白啊 病得更加的明星 那么因此啊 辽宁队只要抓住 内心的主大优势 足以可以击垮 未免冠军广东队 那么在风险方面啊 辽宁队的 天才球员 张振宁 个人的技术啊 突飞猛进 那么加以实力啊 张振宁很有可能成为 中国蓝蓝 风心上面的明星大将 而且现在的张振宁啊 除了暴力扣篮之外啊 中卵距离跳投 命中率也非常的高 那么张振宁的 这个啊 横空趋势 也给辽宁队争贯了 增厅的更大的阀务 那么后卫性上面 也是辽宁队的巨大优势 因为辽宁队啊 坐拥 这个国产双子仙 郭艾伦和赵纪伟 国产能拥有很强的突破能力 和得分能力 赵纪伟拥有优秀的组织串联能力 因此啊 国产能和赵纪伟的强强联合啊 是辽宁队进攻的发动机 只要他们两个人不出现伤病的问题 辽宁队的进攻火力啊 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那么另外啊 福格的加募 更加丰富了辽宁队的进攻体系 福格优秀的突破能力 再加上啊 这个驱色的投篮手感 都可以在球队屈心困难的时候啊 力挽狂的 因此啊 从整体阵容来分析啊 辽宁队本赛季的整体实力 确实是非常的强大 即使说 卫免冠军广东队 以及啊 超级大黑马上海队啊 恐怕也很难 推翻辽宁队的强势地位 那么辽宁队现在啊 可能存在的唯一单板 就是啊 教宁组的问题 如果说拿辽宁队的局帅 杨明与杜峰李群江指导相比较的话 那么杨明的执教能力 以及更能威务啊 确实是啊 无法相提拼的 那么杨明啊 作为一名菜鸟教练 虽然说带队取得了传人会的冠军 但是啊 杨明在场上面的一些 临场的调配 包括对于球队的把控啊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也需要时间来成长 作为球迷啊 我们也希望新赛季的 辽宁队 在怪能的人的带领之下 能够给球迷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